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觉得如果只是提醒他而没有改变 那么是否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改变这个状况 为了了解问题的原因 我们观察班上能源不好的同学 我们想象了几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是推荐他参加比赛 争取好成绩 还有我们自己下课找他玩 当他的朋友 第三个是找到他的优点并鼓励他 经过我们回班上试行方案的结果 我们决定采用第三个方案 找到他的优点并鼓励他 让他可以表现得更好 我们不想要有针对特定同学的感觉 并且我们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只是不一定会被别人发现 透过把对方的优点说出来 一方面可以鼓励同学 一方面也提醒我们多看别人的优点 我们制作了一个优点蹦蹦箱 然后跟老师借时间说明我们想要举办的活动 优点蹦出来 请同学用我们提供的小卡片写下班上某个同学的优点 卡片上一定要有对方的名字 但是不用留下自己的名字 一周后我们会在班上开箱 把优点卡发给同学 为了想要让班上每个人在开箱日都可以获得至少一张优点卡 过程中我们会利用到只有班上课的时间 把优点蹦蹦箱带去 然后打开来确认是不是每个同学都有 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就会写优点卡给那位同学 我们发现班上最少欢迎的同学说他很开心 因为以前从没有人这样称赞过他 我们觉得很惊讶 所以决定把这个活动再扩大分享 我们设计了鼓励大放松活动 邀请班上同学和学长姐的班上一起加入 每天在放学前五分钟 找班上的同学对着他鼓励他当天很棒的表现 虽然大家都知道彼此之间的友情都很深刻 但是都没有具体的说出来 就是如果说出来之后会让大家就是友情会更进一步更好 我要赞美的人是轩宇 他非常信赖自己的朋友 也很珍惜朋友之间的友情 他让我有一种可以把所有的心事告诉他的感觉 我不想要和他分开一直做他的麻吉 被自己的好朋友这样称赞自己 就心里就有一种爽感 请那位被鼓励的同学起来 讲他被鼓励的感受 那我从他分享的过程当中 除了话语之间 还有他的眼神 我可以感受到他充满着喜悦 深深的感受到说 他真的有被鼓励到了 藉由这次活动我真的深深的感受到 鼓励的力量实在是太大了 我都会继续做下去 我觉得很开心的谢谢他 以后我会继续加油 听到的时候很开心 有点清晰 然后我以后会继续努力 把我的优点展现出来 做了这个活动之后 人员不好的同学也会被鼓励 因为他们有时候都会变成朋友 被鼓励的同学有时候 也会真的感激一下 是还能在买